油气可以出口 价格必须封顶 七国集团制裁俄罗斯再出新招 能源供给紧紧张 通胀压力巨大 欧洲多国全球集寻能源替代 买家给卖家定价 七国集团只是一厢情愿吗 不做亏本生意 俄罗斯应对制裁 还有底牌吗 晚上好 欢迎大家收看正在播出的 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张琳 今天我们把视线 投向刚刚闭幕的G7峰会 也就是包括美英德法 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在内的七国集团峰会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七国集团领导人同意提出一套机制 给俄罗斯出口的天然气和石油 设定一个价格上限 简单来说 就是七国集团在制裁俄罗斯的同时 还希望以更低廉的价格来继续购买俄罗斯的油气 从而可以减轻各国目前通胀水平高企的压力 俄罗斯会不会就范 而全球的油气市场又会受到哪些影响 带着这些问题呢 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 我们请到的一位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商务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董秀成 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 王冠 欢迎两位 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七国集团这样一个限价机制的具体内容 28号 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在七国集团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欧盟将加快设置天然气价格上限的进程 对此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表示赞同 这些国家没有需要是货币的 我可以告诉你这些错误的 我们正在做这个 我们正在做到最后的一年 我们有些国家非常随忍 因为他们没有选择 所以如果在其中间 我们可以更加减价货 避免世界的货币能够成功 这是一个很好的事 有媒体报道指出 七国集团试图以低廉的价格 继续购买俄罗斯油气 同时平抑国际能源价格 减轻西方国家内部通货膨胀高涨的压力 美国彭博社报道称 七国领导人将指示各国政府部长 探讨限制俄罗斯天然气价格的可行性 美方主张可允许保险商 为俄罗斯石油提供船运保险 前提是所运石油出口价 不超过西方规定的上限 英国金融时报 以一些知情官员为消息员报道称 限价需要设立高度复杂的机制 需大量技术性工作才能变为现实 七国集团目前呈现出的这样一种态度 简单来说就是 我可以买你的石油和天然气 但是你的这个价格 必须要在我们限定的价格之下 咱们先来说一说 在目前西方对于俄罗斯经济制裁的 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 现在为什么又提出来这样一套新的机制 我觉得这个也是西方国家一次无奈之举吧 我觉得 因为它面临的问题比较多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我要解决 我对这个俄罗斯 比如俄乌冲突 我实施制裁的问题 希望通过这种能源制裁呢 来打压俄罗斯 这是它的一个目标 但是我同时自己自身 由于这种因素呢 我自己的问题又出现了 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呀 比如说我的油价高涨 不管是油还是气 价格特别高 然后我通货膨胀 现在是太严重了 几乎是整个欧盟也好 美国也好 它承受不了了 对 第三个当然就是说 你内部一些公众这种怨恨 或者一种 怎么说呢 就是民怨比较大了 所以说呢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 当然这主要G7 就是西方七国集团 对于西方这个阵营来说呢 它面临这样一个 艰难的一个选择 就是说我一方面要 继续保持对俄实施制裁 但是呢 我自身的问题又需要解决 所以说 这才是这样一种无奈之举 所以怎么听上去 都是一个如意算财 就想的特别好 对啊 所以就是现在的问题 我觉得就像 董教授刚才讲的 用我们象棋的术语叫 自己在地缘政治操弄一通之后 那适时发现 你面临着一个双炮僵 就是你左右取舍都很为难 你如果说按照市场价格 去继续买俄罗斯的石油 你的所谓的这种 对于乌克兰的支持什么 又该如何体现呢 你这不是在给俄罗斯书写吗 但是俄罗斯的石油 占到全球石油总产量的 原油总产量的 百分之十多一点点 与此同时 它占到全球的国际贸易交易量的 可就在百分之三十左右了 那你全球的三分之一的原油 是不可能从整个的 全球国际贸易中被拿掉的 所以说带来的就是一种 自身的这种通胀 居高不下能源价格的上升等等等等 国内有民怨沸腾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姿态咱还不能放下 老百姓的日子也要让它过下去 对吧 那董老师我们来说说 面对现在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国家 高企的这样一个通胀水平 什么样的油气价格 或者我们说他想定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是他们能够接受的 是可以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个压力的 我想这个所谓理想价格 应该是不存在的 但是它会 我的判断它会根据 一定也是动态调整的 比如说根据一段时期 整个国际这个价格 大概是多少 我限定一个价格 这个它是肯定要做的 但是如果它限定价格 如果变成一个长期化的 常态化的 是不可能的 比如说你现在 比如说现在油价是120 你比如说你给它限 比如说100 那也许哪一天 国际油价低于100的 那还叫限价吗 所以说它一定是个动态的 我的判断 就是所谓理想的一个价格水平 目前它是定出来的 所以听上去这套操作机制要落地 其实是很困难的 很复杂的 对 张玲说的非常对 我想强调的一个关键词事案内计 那G7国家在这个 此次峰会结束的时候 说我们要给俄罗斯一个机会 你按我那个规定的价格卖给我 对 这个安慰剂 这个姿态 其实首先是给乌克兰的 那与此同时呢 这个安慰剂更是给国内选民的 我们要看一个政治的背景 美国在今年11月份 要进行中期选举 而现在整个民主党的 在国会的整个的席位的优势 已经非常非常薄弱了 而国内又通胀 造成的民怨沸腾 所以说现在你从对国内的选民交代说 我在积极地做姿态 我在想方设法把这个原油 用更低的价格运回来 对 所以要做更多的权衡 就像刚才董老师说的 真的是艰难的一个选择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事情本身 买家要给卖家来定价 看起来就是有些不可思议的 但是背后我们反映出来的是 欧美国家现在面临的 巨大的能源供给的压力 这个压力有多大呢 在这次的G7峰会上 媒体就记录到了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 美国总统拜登之间的一段耳语 也许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一斑 我们来听一听 当地时间27号 在七国集团峰会间隙 美国总统拜登 正在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苏林文交谈 法国总统马克龙从后面快速靠近后 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谢谢大家 他们没有大型的能力 在这段时间 六个月之后 分析人士认为 自发动对俄制裁以来 西方国家就一直在寻求 能源进口多元化 但多方努力都是 原水不解尽可 而来自国内的压力 却是与日俱增 刚才我们看到的 可以说是很有意思的一段记录 其实之前大家从很多报道里 也都可以看到 拜登就在和多国产油国来协商 就是希望大家能增加石油供给 从而平抑相关的 这样一个能源价格 但是短期目前我们看起来 似乎很难有所收获 董老师从这一系列的举动中 可以看出来G7成员国 还有我们说欧盟的一些国家 现在到底内部面临的 能源压力有多大 这个压力目前是非常大的 你们从领导人 特别是拜登总统 最近的一系列活动来说 就可以看出来了 因为他处于这种竞选 马上面临着中期选举 民主党到底是如何 对他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比如说找沙特 找中东的海湾合作员会 这些产油股 当然这个目前收效不大 另外一个比如说像伊朗的问题 它其实美国也在放松 当然现在还没有承诺 说你伊朗可以出口油了 目前还没做 但是价也不有可能 再一个就是委内拉 这么多年制裁 他现在允许委内拉向欧洲出口油了 就是得把俄罗斯那个缺口给补上 他想是这样 但是补不上目前 如果没有俄欧冲突 他也会找普京 说你想办法增产吧 他肯定这样 但是特殊情况下他没有别的办法 所以说他现在应该说他面临的困境是非常大的 那么今天我们谈这个主题 比如说我们讲限制这个价格 然后允许俄罗斯出口 这个本身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放松 对俄罗斯来说实际上我认为是制裁的一种放松 那实际上也就说明什么 说明欧盟也好美国也好 撑不下去了 所以说才会出现如此 我认为比较具有戏剧性的这样一个场景 董老师您觉得G7会拿出来什么样一些手段 来完成这样一个目标 我设想他们建立一个机制 还是会面临诸多的这种困难 那主要体现在什么 第一个就是说我的价格 就是说这个上限如何来定 那这个你得有一套办法 你不能说胡烂定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必须是联合起来 靠美国不行 靠我们不行 得这些国家得联合起来 统一行 就其他的进口国也得更替 对 这个否则也没效 这是一个 这套机制怎么建立起来 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大的消费国 像什么印度 那他是不是要配合你 我干嘛配合你 你这个G7 图个啥呢 对 所以这是一个难点 另外欧洲内部 我预判一些 欧洲内部可能也会面临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G7里边 它是有相当于几个 就是英法德三个 对 但是欧盟内部 它又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 比如我们讲发达国家 还有一部分是比较落后的 像东欧 中东欧这部分 对 这些国家和西欧 它又不是铁板一块 那它可能形成共识呢 也会面临困难 第三个我觉得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呀 就是说 如何去监管 因为它是个商业行为 它不是政府 我说咱俩买卖 我这个美国政府 跟俄罗斯政府来买卖 那这个事好办 它是 恩多个市场主体 成先上方的市场主体来做交易 那你做这个交易的过程中 这个监管就非常困难 那这样分析下来 我觉得王冠刚才说的 可能那一点更重要 就是我更多的是要表明我的一种姿态 那我们这次看一看 这次积极峰会的举行的地点 是在德国的巴伐利亚州的风景胜地 巴伐利亚州是宝马的大本营 那就在大概一周之前 我们看到德国的财长明确表态是什么 是欧盟做出了一个统一的决议 2035年禁止欧洲境内生产和销售燃油车 德国上来就不干了 这是我的立国的产业支柱 对 明确表示财长层面表示反对 这个意见已经非常的强烈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到欧盟现在27个成员国 也不是铁把一块 彼此之间显然是有着利益的博弈的 这还讨论的是政坛 完全没讨论市场主体的问题 对 那上数以万计的市场主体 各自又会有着什么样的 这种决定因素的变量 所以该如何执行 至少我个人看不出任何体系的 体系化操作的这个空间 而这里面还有个很关键的因素 就是我们说买卖双方 我们把美欧说完之后 我们还得考虑俄罗斯的态度 事实上美欧国家并非是刚刚开始 去打俄罗斯这个便宜油气的主意 而俄罗斯的态度也很明确 就是不会亏本做生意 我们来了解一下 6月1号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美国政府短期内没有办法让油价下降 但正在考虑其他方案 比如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 购买俄罗斯原油 针对拜登的说法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随后在记者会上说 任何情况下 商品的价格都需要通过市场来调节 虽然俄罗斯现在面临制裁 带来的人为困境 但俄罗斯不会赔本出售任何东西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 俄罗斯4月份石油出口量 比3月份增加了约每天62万桶 达到每天810万桶 同时自2022年初以来 俄罗斯的石油出口收入增长了约50% 俄罗斯今年每月 从原油和石油相关产品的销售中 获利约200亿美元 数据还显示 欧盟仍是俄罗斯石油的最主要市场 4月份俄罗斯有43%的石油出口流向欧盟 尽管随后收入有所下滑 但根据俄罗斯财政部6月初的预计 5月和6月的额外预算收入 仍有望超过100亿美元 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来了 赔本做生意 俄罗斯会就范吗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件事情 因为你这个西方动不动和制裁 制裁向来都是一种双面 双刃剑 对 都是双面的 就说你制裁人可能有反制裁措施 那么这次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 西方人低估了俄罗斯的实力 俄罗斯有能源 有充足能源 不光自己用 人家还向世界出口 然后粮食也充足 所以说他不怕 他原来是禁令 就是不允许禁令 制裁的这个口子打开了 对 现在是我允许你禁令 但是我要给你先驾 但是俄罗斯也不会接受这种安排 就之前我都扛住了 我现在为什么要放下 所以说我个人的判断 就是说俄罗斯它至少在外交层面上 它不会接受的 但是也不排除 比如说它的企业 对吧 它的企业 比如说我卖像欧美 比如说 咱俩谈卖这个价格 对不对 按照谈判价格 但是价格可能低于 他们定的这个价格 不排除 但是另外它变通的方式 比如说通过这种 转移的方式 通过商业行为 我想它不会说坐以待毙 就是说我 老老实实的就按照你这个来 按照你给我设计的剧本来走 那不可能的事情 对不对 那你不买我卖别人 别人的话说不定还卖给你 再转卖给你 人家算差价了 没错 所以这样看来 俄罗斯在油气资源 或者说能源贸易方面 还是长有主动权的 而这也是它可以去对抗的 一种底气所在的 而另外一方面其实我 我个人的一点预测 我觉得俄罗斯可能会 偏积极的来回应 激起国家释放的这个信号 因为刚才咱们看背景片 俄罗斯方面给出的消息 说我不会亏本卖 请注意不是不卖 那我本在哪 这个事还是自己说了算 对吧 那为什么我说可能会一个偏积极的给出信号 我们同样看上周 我们看上周当欧盟已经正式宣布说 接受乌克兰成为欧盟的候选国之后 俄罗斯方面给出的态度是明确说 说欧盟不是北约这样的军事组织 我们是整体上是接受和认同的 但是我们希望这样的行为不要变质 就是你看俄罗斯实际上一定也 一定时候也会释放出这种温和和偏积极的信号 目的是什么 是第一 在政治上不要陷入一种纯对抗式的消耗 这不中了计了吗 对吧 这完全中了白宫的计了 这个基本的战略 我觉得俄罗斯是很清晰的 另外在经济视角来说 需要外汇 当然从俄罗斯来说 虽然我出口粮食出口能源 但我也有大量的进口 还是需要外汇 与此同时 在一定程度上要维持整个经济体的 一个更为积极的运转 有钱为什么不挣呢 基于我们刚才讨论的 你觉得整个事态 接下来可能的走向是怎么样的 对于国际油气市场 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我觉得可能的走向 就是说俄罗斯表面上不接受 但是可能事实上会做生意 做一部分 至少做一部分 我想这是一个 如果这个事态 就比如说我做完了以后 大家缓和了一下 没有新的冲突 那俄罗斯不会采取更加强制的这种措施 但是如果比如说这个事情没弄好 出现更极端了 那俄罗斯可能会反制 它反制怎么反制呢 其实很简单 你不是说你限制我的价格 那好我不卖你了 那好我不卖你了 对 我就是采取我主动了 我不卖你 特别是天然气 我给你减量 现在已经减了一部分 我再给你减量 那实际上你这个油价期价 我还是 就是你的目的没达到 继续高 那你欧美 你想通过这种方式 想实现目标就实现不了 你等到了秋冬的时候 你又不再不用 那时候价格更难说 但是我不希望走到这一步 就是最好别走到这一步 但是俄罗斯它是有杀手剑的 它完全可以做的 欢迎回来 俄罗斯的油气我们可以买 但是价格得我们说了算 这是七国集团的愿望 这样一个想法 落地的复杂程度和困难 其实我们看到 就连美国和欧盟内部 都认为难度很大 但是我们可以从中解读到的信号 是全球能源价格的上涨压力 依然很大 相关国家高涨的通胀压力 短期也难以缓解 而七国集团的愿望 是超出了常识的 恰恰折射出了 他们面对现实困境的束手无策 这样一出 制裁与反制裁的戏码 还会上演怎样的情节 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 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